前台中新闻局局长卓冠婷 昨天在脸书发文宣布将要投入党内初选 参选新北市议员 而今天他也亲自来出面说明 带您一块关心 昨天是一个开始 我正式宣布参选 那接下来我会一步一脚印 走遍我们的土城树林三峡英哥 那今天从我的故乡英哥出发 希望有可以为我的故乡 来服务的机会 空降就是你不是该区的人嘛 那我是土生土厂新北的市民 那我从小到大都在这一区生长 我国小在英哥国小就读 我国中在三峡就读 我在三峡就读慈修国中 那我在高中就读板桥高中 其实就是树林跟土城的生活圈 跟交通的动线 我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常常也都会回家 爸爸妈妈家里也都住这边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空降的问题 但确实 这一区选情是非常激烈 但我觉得非常有信心就是 我不会挤掉现任民进党的席次 对于我而言是要争取最大化民进党的席次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民进党在这一区 实习当中现在有四席 我们过去提名六席只上四席 所以代表还有两席的成长空间 那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增加民进党的席次 因为我这次的参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 我希望能够增加新北市议会监督的力量 我相信我的加入 一定可以增加新北市议会监督未来 不管是谁担任市长 我能够为市民发声 我能够替市民讲出大家想要争取的 我能够好好的做一个 不管你是执政党或在野党 你身为议员 你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四席 如果我能够当选 土树三英这个选区 就会有第五席民进党的议员 那我们就可以发挥一个更好的监督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从突的 我非常感谢林佳龙部长 其实也因为有林佳龙市长的栽培跟提拔 才有今天的卓冠亭 才有今天准备好的卓冠亭 才有今天准备好可以回乡服务的卓冠亭 昨天其实非常感动 我贴完脸书之后 林佳龙市长他很快速马上在下面回应 那他用当年他到台中十几年前 当时一位牧师写给他的几个中固来给我提醒 那其中有六点中固 其中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中固 就是我觉得要谦卑的聆听所有的声音 那我要重视我的家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政界的一个前辈 那加上也是我的恩师 给我一个最实际 最重要的一个勉励 那我觉得他用他十七年前 当时刚到台中 一个牧师写给他的话 那昨天他可能是用手机打的 我觉得他可能打的 也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然后就打在我的脸书下面 其实我看的真的是很感谢 所以很谢谢他对我的祝福 那我会全力以赴 那我也会把当年 在不管在国会 还是在台中市 还是在交通部 他所教我的 尤其是政策的经验 怎么样能够让地方或中央的部会 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 我会把这些东西 以后如果有机会 到新北市议会 我会把它好好的展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